今天吃饼干啊 哪搞的呀 来 我尝一尝 笑气 完了 朋友们 不知道这家伙从哪去 偷了一根饼干回家 该不会是别人放了药的吧 是不是喜鹊都这个样子呀 很喜欢到处去搞人家的东西 我家也不吃饼干的呀 拿来 先给他拿掉 他紧张的很 拿过来 给我吃 这个是我一直散养的 一直喜鹊啊 本来他的活动空间都是在楼上的 来 这今天突然找到我楼下的家了 而且还偷了一根饼干回家 想给他拿掉吧 他还像狗一样特别厚实 你这千辛万苦叼回家 难道不是给我吃的吗 啊 给我 乖 他不给 这玩意儿真的是啥都吃 拿来 又还把胖给吓到了 给我不能吃 来 咱商量商量嘛 吐了 给你拿肉吃 好不乐 商量失败 追了他一路 结果中间他还出了个空 把饼干给吃了一半 毕竟带翅膀的 我是真赶不上他呀 只能脸红带偏的 看能不能给他骗过来 你这习惯不好 怎么还忽实咧 来 咱俩换 想不想要 你看 白画画的 这都舒服了 饼干 饼干吐给我 这个就给你 快吐 吐了这个纸给你 吐了哈 诶 你怎么不想吐得咧 不是说好的一半是我的吗 那这个纸也不给你了 你们看他 想要的很 这家伙骗也是很好骗 手里随便拿个什么东西 他都以为是吃的 性格就跟二哈一样 很调皮 对任何的新鲜事物 他都特别好奇 诶 这怎么还开始抢上了 把饼干来换 也不知道安不安全 逮着他就一口给吃掉了 你这可不行哦 家里没给你吃饱吗 不能到外面到处见东西吃 万一吃了辣肚子怎么办 想要不 把饼干吐出来 来 来 扣出来 啊 嘴巴长大一点 来嘛 扣出来 把饼干扣出来 拿去玩吧 不逗你了 我真的是发现他越来越聪明了 再给他吃点苹果 你们看这吃法 太粗鲁了 而且他还寒了一嘴 感觉他是想打包带走哦 行了行了 推 再往后退 嘴巴都弄满了 就去藏你的嘛 去吧 小黑 不好好带娃 天天就想出来玩 在这儿盯着我看什么嘞 还不赶紧去喂二黑 来看看 二黑下了几颗蛋了 诶 我看到二黑又跑出来盯着我了 嘿嘿 这小家伙 呀 生了三颗蛋了 这全是小黑的宝宝呀 还是二黑厉害 没事了 我就看一眼 两个猪都跑过来守着 这二黑好户哦 给你们放块苹果 不许咬我啊 刚想碰笼子 二黑就跑过来了 你别咬我呀 这个猪 我打开给你放苹果呀 这二黑好凶啊 母鸟繁殖的时候就是这样 特别凶 而且咬到人很疼 下去 去 走开 又来了 黑哥一下就窜出来了 看二黑 就在这守着 生怕我去抢他的蛋一样 还是把苹果给他放进去吧 嘿嘿嘿嘿 有点怕呀 我给你放吃的呀 嘿嘿嘿 这个鸡好凶啊 放好了 哎呀 给我下的 给小伙子也放一块 上次给他放了他没吃 这次再给他放一块 好了 全部搞定 小黑都跑去完了 就留二黑在这守家 过来小伙子 快来 哎 真棒 没有他的同伴和他玩 他就喜欢去找小白他们 可是小白他们不理他 还老是要打他 嘿嘿嘿 他就只能在边缘欧逼了 又要打了 嘿嘿嘿嘿 你就和我一起玩嘛 不行吗 非要跑过去找小白 我一走 这两个猪就追过来了 上次小黑和小白就是这样冲出去的 小白叼了一根草 飞到上面去了 小黑也不下去玩 就站在我的肩上 给小伙子吃点蛋小米 这样一颗一颗看他捡起来吃 我感觉特别解压 再给他们洗个澡 好几天没洗澡了 大的洗了跑了 小的才敢过来洗 这就是家庭地位 我也没办法 哎 这小白洗好了又跑过来了 别看小伙子这么小一点 其实他不怕他们的 他只是打架打不过而已 跳下去啊 看了这么久别人洗的 他还不知道怎么洗 小伙子太可爱了 二黑你干什么 吓我一跳 洗完了 跑过去和小黑待在一起吧 相对来说 小黑会比较温柔一点 不会怎么追着他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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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